我可惜在最后时刻还想着超越 其实最后撞线的时候 加拿大还有点阻挡 我看你还是尽力想去完成一个超越 我想说一下今天我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 一说就想哭 因为我觉得 我们四个人的一个接力 然后大家都做出了自己最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但是我 我起跑没跑出去 然后最后交接给我的时候 还被人对手超越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做的最不好的人是我 成绩没打出来之前 我真的没觉得我们自己犯规 而且最后也像 也像他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做任何 触碰对手啊 去阻拦对手啊 这样的任何一个点都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犯犯规 我在场上哭的时候 我觉得 我是觉得对不起大家 最后把最后一棒 最重要的一棒交给我 我没有完成好 但是我 对于这个判法真的是 可能裁判就判了 我们就已经就结束了这比赛 但是我这个判法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 说就说句不好听话 就是特别不服这个判法 确确实是不服 我想可能电视机设计的观众啊 也是不服 应该是看不懂 对 对 如果像最后一棒 我自己没有划好 然后自己没有冲到 第一的位置 这是我们自己做 没做好 但是把我们判罚了 就连一个成绩都没有 直接把我们否定了 我这个我特别特别觉得 无法理解 对 没关系 这些交给 交给我们的教练团队啊 去跟他们去深思